这些行动当中都入室 这你上升了 上高一点一层 不一定是楼了 或者你爬山也可以入室 你上一半你就发一个愿 就叫生正法 生正法 所以我们一纵上 把四间法转成除四间法 转出去吧你要是在除四间法学习 了解开了误了 那让你一些众生明了自己的心 恢复你心性的本体 寒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一些形象当中 表现了遇到什么警戒相 马上就转到思维 到佛教导上去 就这个含义 我们在四间法当中 一学除四间法了 兄弟高升了 咱们经常说超脱了 不被烦恼所缠绕 自在泄脱 就是一个升楼的时候 往上升的时候 你爬带楼顶 爬一枪发一枪愿 爬一枪发一枪发一枪 那他发的顶顶再看 再看台海镇 看得很清楚了 就这个含义了 要有所事当愿众生 一定能舍心无奈择 这个思念就是不舍 死被洗舍的就是舍 舍的时候要有慈 要有悲 要有喜 那那么一个很少的小物 一切众生不只是人来 先不吃饭要忘卖的事实 这是给鬼神的 在佛所教授的经典当中 第一个就是死 要舍 舍了才能得 舍得舍得 舍什么呀 把一些烦恼都舍掉 得什么呀 得文书斯利菩萨智慧 你舍烦恼了才有才智慧 所以六度万行不知为首 先要舍 咱们前头讲五欲 讲贪难 这个你都要舍心 你看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了 看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要把你那个常见 看一切法就是常的 要舍掉它 要舍掉它 这里含着意思很多的 这要看你自己怎么想 怎么想 随时把你这个想啊 思维啊 拿在正道上来 这个含义 你想一切做法都是无常的 这无常的 我们要舍掉那个常见 你经常看一些事情都是常的 我经常把一切法看成是实有的 其实都是虚假的 那佛教导我们 要么永远不要受生灭法 把你牵扯住 这些都是虚假的 以这佛的教导 我们永远不要受生灭法的 牵扯着 扮你 扮脚石一样 把你扮住 那么现在 在世间上 现在我们所做的事 现在每天 辛辛苦苦的 来做一事 夜间送煤啊 我们种树啊 抛坑啊 这含义是什么呀 舍得舍不得 这含义是舍 但是这叫庄严佛经斗 把它作为供养佛 供养三宝 让一切众上到三宝地 生欢喜心 把那四四件相全部舍掉 但是我们这个也不是真实的 也是假的 真实的就不变 真实的就不换 过去这个大欢仙 哪儿去了 没有了 现在我们在底下修了普筑寺 我们也修不到过去那大欢仙 那个样子 那一直到后山顶上 到我们这望上山顶上 在山底下到前头 就是我们心里头不执着 晓得是变化的 晓得是生命无常的 但是我们还随缘做佛事 知道缘起吧 但是我们做这个佛事 这个佛事是随顺真实的 一般舍一般庄严 舍一些财物 舍一些烦恼 完了呢 为了菩提道 愿一些众生都能称佛 每个含义都是这样的 愿一些众生 舍了吗 就心里没有耐着了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思想常是不颠倒 不做颠倒想 在那做硬核事物 不要执着 做了就没有了 昨天晚上泄霉 今天没有了 今天还要泄 那今天就是今天的了 今天泄完了没有了 不是天才要泄霉 这够用的了 没得了 现在没有烧啊 这一冬天烧化了 看着一大堆 忙得不以乐 烧完了又没有了 生命无常了 你心里不要耐着 硬核事物 做事做 做了就舍了 先把我舍掉 我舍掉 一切都舍掉了 那就愿一切众生成佛 前头一个 每个寄送都这样子 前头说一个事 完了没有发愿 就愿一切众生了 完了就说对着法 对着完了就成佛了 或者称一些字啊 乃至最后那句话 都是称佛的 都是称佛的 这文字上是很简单 意理上就很深了 没有思 你没思想什么的 这个愿就不发了 你一天随你所做的 一切动作 随时要发愿的 众会俱计 当愿众生 舍众俱法 成一些字 咱们这儿现在上课的时候 去了 下课的时候散了 对这个聚和散 聚的时候也不执着 知道这是假象 一会儿就变化 没有永远这样聚会的 没有 就是说告诉你 不论你什么样的约会 聚会的时候 这个聚会 不常的了 无常的了 乃至于我们这个身体 也是无常的了 地随火风空根石 其他所组成的了 其他是分离的了 那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所在的家庭 我前面说了 菩萨在家 当愿众生 直家信空 免去必保 随时都这样惯想 聚会也是这样子 一个家庭聚会 有的好了 共同过几十年 不好的呀 随时分离 随时烦恼分离 要把这些聚法舍掉 把我舍掉才能成就一些字 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观念变化了 看问题的观念呢 看法变化了 在聚会的时候 就能知道这个聚会无常的 这也是舍呀 舍掉这个聚法呀 要在哪儿当愿做生 随意自在所心无奈 说你受苦的时候 受难的时候 害病的时候 害病的时候 特别灾害的时候 这都叫苦难呢 随时会发生的了 有时候害的病是身心内里得起的 有些是外头来的 外头来的 那么昨天一位道友 我说谢梅干什么 咱们那灾堂那前头两个坑 他站在边上就掉到里去了 那两三米深呀 好在没什么事 身心没事 脚腿杆粉碎骨折 那绑上石膏嘛 今一段时间会好点了 身心没受影响 身心没受影响 这叫哪儿呢 本来发的好心 想帮着谢梅站到那后边去了 那白天没看见嘛 那是个大坑嘛 但是这个嘛 常驻也是个错误 我说那坑了上都不照上一点呢 应该有个网络呀 没个网络嘛 应该有个折盖呀 常驻的人都没关系 可能这位道友不是常驻的吧 我心里想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啊 你怎么站到那边上 其实没事跳坑啊 这是意外的了 这叫哪难呢 命里该着 你躲也躲不住 病苦 这是哪难 虽然吧 如果他会想的 消灾了 好在没死 难而死去了 受病残苦 他说他痛苦 他在医院 他愿医院 他每天不痛苦吗 看他会想不会想 会想的没事 消灾免难 就是灾难 那一下了 成道就快了 他会想的 我快成佛了 我快了生死了 当时摔死了 如果当时一摔 他心里想 好这下我了生死了 那还是好的 就是坏事变化少事 这都靠功夫啊 就锻炼啊 说无妄之灾 这就无妄之灾啊 那想得到的吗 想不到的 同时我们道友告诉我们 那边上站着很多人的 他一摔 别人吓一跳 别人就不再摔了 就给大家警惕一下 这在哪呢 那现在我们这位道友离着我很远 我要在他跟前吗 就告诉他 这发愿呢 当愿众生啊 随意自在 索性无难 所以我消灾免难想 幸好没摔死 我这会儿生起 腹地心来了 我好修道 直到这个人身啊 太微脆了 往下摔一下就不行了 他不会轻功夫 他会轻功夫 这一跳之间 他一把气往上一提 轻轻地落下来了 往那一种身 就跳上来了 不要几个人往上揪 害病了 苦难了 蹲监坐牢了 受人灾害了 这都算哪呢 在你受苦的时候 你想到 没想到自己受苦呢 想到纵伤 一样一切众生 都不受这个灾难 这是短时间的 没什么问题 这个入不到好久 现在也没有这个福报 没有这种药 有那个脆色呀 一种中药叫脆色 这个药如果这种性沾了 把那个捣碎了 把他护上 一味药就行 三七二十一天 全部长好 这药叫什么呢 叫脆色 什么叫脆色呢 它是 它是动物 它是植物 但是一落地下 它变了动物 就跟那东葱下草一样的 它你逮它是很不容易 它在那树上 跟树叶子 跟那树枝一样的 跟树上有 是绿色的 你逮它 你把它打到地下 地下的人逮它 它再有效果 你在树上把它拿下来 什么效果都没有 你把它地下 一到地下 它一落地就碎了 粉碎 如果你把他 别让他跑了 就跑一块 豆腐成了 它一掉地下 它自己往里头臭 它变成动物了 臭 这种药都一起 缺一块 你可能逮得到 这种药呢 就不捣碎了 它往那个 你那个 伤处 把它一护上 三七二十一片 它自己长火了 骨头自己 一往里头瘦 特别对粉绣骨质很好 现在咱没那福报了 这药物也不灵 也没有了 逮不到这种药了 所以当原众生啊 随他自在 索性无奈 在这对苦的环境 你的思想 另一种寄托 寄托 所以遇到哪难呢 随着哪难的环境吧 你心不去执着 别帮他的忙 你还是自在的 自在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灾难性啊 有着很快就出托 有着不出托 对你身心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所以没影响的是你心 看破放下自在 这功夫很难用 我是经过的 我也这样学习过 不过现在还活出来了 他对佛所教授我们的 如果你用 比什么都灵 信不信 那就有你了 佛子能告什么 放我告诉你 信不信有你 短时间的可以 长时间的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他磨练你 磨练你一个性 磨练你这个心 我就经过这个磨练了 33年了 天真判 判自在 他就不自在 上下根本不理他 你不要判 因此 所以你要在 哪难的当时 发愿愿众生 我们一再受苦受难 把众生忘了 还能发愿吗 把佛法忘了 那互相倒有提携 对 提携 害病 或者坐牢 或者受冤 或者受 这个其他的苦难 像这无妄之灾 那他站在上头 怎么站到那上头起来 站往那上头站呢 你想象不到的 底下那么宽不站 站在台阶往坑里去跳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 咱们不是经常发愿吗 普贤普签普签十大愿 有个代众生受苦 这个你随意自在说 在你受苦难的时候 愿一切众生不受难 这就发愿了 这个愿是普贤普签十大愿 这个愿是普贤普签十大愿 也是文物福签十大愿里都有 普贤十大愿里有个最后的十大愿 说回下 发愿带一切生活众人受苦 在一生受苦难的时候 我替他病苦 劳苦 死苦 反正一切苦吧 我愿意带他受 使他能得到自在 使他得到舒服 我带他上 我们有好多代友 特别我在国外 那有个祝念团 我们佛弟子 祝这个祝念团 哪家要死了人 要死将死之前 大家去给他祝念 我们那初期 信了佛的在家道友们 心里很诚恳 他发心也很荣莽 特别我们很多的念地上经 念的地上经的 念的普贤哼怨品的 道友要过世 要往事会 说祝念 可以帮他念佛送他走 我就遇见很多啊 他就祝念回来 他发高烧 发高烧 或者有不舒服 或者皇后 皇后了胡说 精神失常的样子 这类事情很多的 因为他那时候初发心 他带着众生受苦受吧 一带上他就不自由了 因为什么呢 你祝念那个人 要死那人 他的六亲 冤亲在主 正在这个时候找上他来了 你去祝念了 你要带他受 好吧 找上你来了 一感染上 那很害怕 他又找到我了 我刚才继续发愿 发大一点 越大越好 大了我小的就折盖了 同时代佛堂 大家要给他助念 再来帮助他 这类事情很多啊 佛都教什么 有种种办法 那你回来感受不好的时候 那别 大家又帮他助念 不久他就好了 不然他就生了退回心了 他生的恐怖心了 那就麻烦了 他容易退心了 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 不要去想那个苦 越想越苦 你转移了 转移是什么的 你心里转移 把这个目标转移了 如果不言的话 特别是住监狱 他在外的字体 心里想不通 不等人家制裁你 不等人家枪毙你 你自己就窝囊死了 我判你二十年 判你三十年 那你还出得来吗 你自己就窝囊死了 那条件又不错 和害病 本来是不舍 但是你帮着病的忙 越帮着病越重 因为你心里放不下 因为你受的苦难是外头来的 但是你内心的是你内部 你内部不往外部的忙 所以叫你随意自在啊 就你心里自在 你心里怎么自在 你还债 还了就好了 你不帮病的忙 心里高高兴兴的 没好久就好了 一般一般的病 是我们心里放不下 心里就苦难了 如果你学地藏经的话 有些人把地藏经学错了 那就是鬼山 那就是还债 假设你心里还债的侠 本来你该下地狱的 要下地狱呀 就要蹲十万大劫 那你在人间住监狱呢 住三年 或者住三十年 十万大劫跟三十年 这样比哪个长啊 你得人间消的 人间一年 就等于十万大劫 但是你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一定他念佛念法念上 灾难自然就消了 障难就消了 死在里头 死在里头更好了 永远不得监狱了 随自愿 那就是随自愿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才能达到 所幸无奈随意自在 一切事物的时候 你都这样想 这样观 这就是文书菩萨给你的智慧 怎么给你智慧 就这样给你智慧 就这一百四十愿 都是智慧学 就看你自己道理如何 你达到所幸无奈随意自在了 那道理就有了 你经常也这样想 快乐跟烦恼 怎么样建立的 快乐烦恼 不是建立在你快乐之中 就是在你建立痛苦 不得难之中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乘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钟 利乐有请 阿弥陀佛 欢迎各位不断地收看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目的 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 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 乃至老人院 弱势团体的关怀 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 护持它 推动它 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 阿弥陀佛 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 淮海教育基金会 邀请您一同关怀热视 打造心灵均富的岗湾 护持正号 50059824 50059824 富明淮海教育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